好,这一节我们就来讲解怎么样去注册GateResponse 从我们底下的这个按钮点进去之后来到这个网站 首先他会告诉你说这边有一个免费试用30天无需信用卡 所以因为有些试用的平台你在使用免费注册的时候 试用期都必须要先绑定一张信用卡 可是他这边有告诉你说这边不需要信用卡就可以试用了 所以不用担心 万一到了30天之后你因为没有绑定信用卡 所以他也不会自动把你扣款 那你不用的话你就是不能够再登录 登录也不能够使用就这样而已 那这边就开始输入你的账号名称 比如说我输入了我的名字 然后电子邮件就输入你自己的常用的email 一个注册用的email 还有输入你的密码 然后按一下创建账号 这边有告诉你说至少使用八个字符 然后混合使用字母和数字 然后还有大小写 并且要一个特殊符号 这四个项目都要勾选之后变成绿色的 你才能够去创建账户 如果有一个XX的话 你就没有办法去创建账户 那一般要怎么样去设密码比较容易 比如说你的身份证字号 开头如果你是住台北市的话 开头是大A 大写的A 然后身份证字号 然后最后面你可以再放一个小写的A 那这边就变成混合大小写 就满足了混合大小写的条件 而且也满足了有字母还有数字的这个条件 而且也超过八个字符 但是最后这个并没有符合 因为它还有一个特殊字符 所以你最后可以再加一个小小鼠 或者是再加一个惊叹号 所以以刚刚的举例来讲 就是你的大写的A 身份证字号 然后再一个小写A 然后再加一个惊叹号 这样组成你的密码就会通过了 当然那是一个举例 你要把身份证字号换成你的生日 或者是什么其他的 你自己记得住的通通都可以 重点就是你要满足这四个 勾勾都变成绿色的时候 你才有办法去创建账户 好,那我们点一下创建账户 好,这时候它就跳出这一个 就快完成了,demo1688 然后要去激活你的账户 到你刚刚填入的电子邮件去 你有听到我的手机已经收到 他发出的信件了 然后就去你的email把它启用一下 那我直接转到我的Gmail信箱 直接用电脑来收我的email好了 好,就是这一封信 点击这个激活你的账户就可以了 把它点一下激活账号 好了,这时候它会请你去填一些资料 基本资料 那因为电子邮件在寄发大量信件的时候 它要符合法规的规定 所以这些资料呢,请你一定要把它填清楚 而且在寄送信件的时候 最下面会有涵盖这些资料 但是不会全部也不会秀出手机 收件人不会看到你的手机号码 所以不用担心 但是呢,这个地址的部分会秀出来 所以在这边呢,如果你地址不想要填你家里 或者是你公司应该是OK的,曝光没有关系 但是如果你不希望被完整的知道你的地址的话 你可以填个大概就可以了 比如说,什么路,什么街,几号 这样就可以停止了 后面的什么知己,几楼 你都可以不用写是没有关系的 那我们现在先填写一下 像这样我把它填写中文也没有关系 然后手机号码,填写完毕之后 按转到账户 这边要填写中文会有问题 请填写英文 然后按转到我的账户 好,欢迎加入Grid Bounce 然后选择你的方案 这边有个稍后再说转到数据面板 那我们要试用嘛 所以按这个稍后再说就可以了 如果你要马上买的话 就直接按选择你的方案就可以了 那我们之后再来讲解每一个方案的不同 那我们现在稍后再说转到数据面板 好,这个就是我们的数据面板 也就是登录之后 以后会看到的画面就长这样子 好,这样就完成注册了,很简单 那我们下一节再来讲 左边这个菜单里面的功能是做什么的 还有它每一个地方是用来做什么的